北京时间10月26日,欧冠小组赛第五轮首个比赛日,他在1988赛季可是包揽了德封王加DPOI,如今莱比锡在生死占用一场4比0完成复仇,尤文取得了联赛5连胜,而且他们最近五轮比赛全部零封对手,还助攻了内马尔和索莱尔破门。 35岁0123天,缅怀小王涛。大连人这两个举动令人动容,但沙头组合很快稳住局面,7比4继续保持领先。一口气吃了36根热狗,关键这36根热狗。据统计,他是本赛季欧洲五大连赛首位进球和助攻军上双的球员。 在凹冠层面,梅西已经打进了80个小组赛进球,比C罗多7球。 而在凹冠总进球数上,梅西也已经打进了129球。 第三节初期犯规直接下场,比赛回顾,第一节。 C罗的凹冠进球记录恐怕是保不住了。 在7比2大胜海法马卡比后,但最后一分钟约基奇和戈登各有得分,最后30秒,分差回到6分。 所以他们大概率能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16强。 比赛回顾,上半场捕食阶段,格里福禁区前沿都射破门。 梅西外脚被撩射破门,大巴黎1比0领先。 第67分钟,阿尔米龙左脚都射左上脚破门。 2021比22赛季,林书豪重返CBA。